Java Coding 各位好 現在為各位介紹的是Java Coding 的時候 我們所需要用到的工具 首先我們要先有編寫工具的工具集 所以我們要安裝JDK 我們所展示的環境是在Windows 10上面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JDK的安裝 首先呢 我們上網去搜尋這個OpenJDK12 然後呢 這邊有連結 各位可以按照這個連結去下載 好 然後呢 再來是下載完之後呢 就安裝JDK 好 然後呢 那接下來再去尋找這個環境設定 環境變數的設定 在環境變數裡面加入Java Home Environment的這個變數 那除此之外呢 要找到PASS這個變數 然後把JDK的路徑設定上去 然後完成之後呢 可以用這個命令鏈模式 來測試一下我們剛剛安裝JDK 是否有完成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那各位可以用Google去搜尋 也可以直接按照連結去下載 那這個OpenJDK的連結在這邊 把它放大一點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個 壓縮檔 這For Windows 那下載下來之後呢 各位會發現呢 它的這個壓縮檔是長這樣子 好 然後呢 我們就把它解壓縮 好 用7zip 接壓縮 接壓縮完呢 它是一個這個目錄 那我們點目錄進去 有一個JDK12.02 好 然後呢 我們去尋找C槽 C槽裡面的Program Files 好 看有沒有JDK JAB的路徑 好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直接把它複製 複製起來 然後呢 我們把它放到這個目錄底下來 Ctrl V OK 要管理員權限 好 那它就開始複製了 這個複製檔案需要一段時間 好 那複製好之後呢 OK 那接下來我們要設定路徑 各位可以點進去之後 這邊有個BIN的目錄 好 那我們把它點開之後 我們選擇這個命令列 這是上面的路徑列的地方 選它之後按複製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去改 改這個環境變數 按這個視窗符號點開之後 這裡有個設定 點設定 點開設定之後呢 我們有系統的部分 好 那點了系統之後把它往下拉 拉到最底下這邊有個關羽 那點了關羽之後呢 各位可以看到右邊這邊 我們把它往下拉 它這邊有一些相關的設定 包含資源 那這邊有一個相關設定 裡面有系統資訊 那我們就點系統資訊 進來之後這邊可以看到一個進階 系統設定 進階系統設定 然後點下去 那各位就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環境變數 點下去之後呢 好 那我們要先找到PASS 然後按編輯 OK 那我們就是加入一個 新增一個 把剛剛的路徑貼上去 OK 把路徑貼上去 然後按確定 好 那這個Java Home的部分呢 本來沒有的話 我們就去新增一個 好 那我之前已經新增過了 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 這個Java Home的部分呢 路徑 我們回到剛剛的這個 它的路徑是在BIN的上一層 所以只有到這邊而已 那我們就把它複製起來 好 然後呢 這邊我們就把它貼上 然後按確定 確定 確定 好 然後呢再按確定 這樣整個都設定進去之後 我們按 視窗符號 然後直接打 CMD 就會出現這個黑框的命令提示支援 出來之後呢 我們怎麼測試呢 只要打Java 空格-VERS ION Version 然後呢 Enter 它就會告訴我們有OpenJDK版本是12.01 12.0.1 那這樣子代表它是有設定完成了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命令 命令列提示支援把它關掉 好 那我們再回到頭影片的部分 好 那JDK設定完畢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安裝我們編寫程式使用的軟體 叫做 Visual Studio Code 然後它其實在微軟或者是Mac、Linux都可以使用 好 那這個版本呢 各位上網已經安裝JDK之後 接下來就是搜尋Visual Studio Code 然後下載之後呢 然後把它安裝起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各位在網路上 在Google打Visual Studio Code 然後呢 就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Download Visual Studio Code的地方 點下去之後會連到這個頁面來 連到這個頁面來 好 那這邊也有很多版本 那因為我們是要在 微軟的Windows 10上面執行 所以 我們在這邊找 好 那這邊各位可以看到有 User使用的 系統使用的 然後還有一個是壓縮的 那這個的差別在於說 ZIP 這個是免安裝檔 那你如果說 你只有使用者的權限 而沒有超級使用者的權限 那你要選第一個 好 那你要看一下你的作業系統 是多少位元的 那要去按照你的作業系統 資訊 來做調整 好 好 那我以這個 壓縮檔的方式下載 好 那 我已經事件下載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 OK 那我剛剛下載的是這個檔案 好 那可以 安裝檔 那我們Double Click 點兩下之後呢 它就會開始執行安裝 好 然後呢 安裝它其實 不會花很久時間 YES之後 它就開始安裝 好 我接受合約 再來下一步 它會問你要安裝在哪裡 繼續下一步 好 那要不要再 這個 建立桌面捷徑 就看使用者決定 好 然後呢 直接安裝 好 那這樣子安裝完之後呢 就可以編寫我們的程式 但是呢 安裝完之後 它還要設定一下 這個Java用得到的 這個套件 好 這就是 Visual Studio RUN起來的這個 畫面 我們先把之前 因為我之前就安裝過 所以會出現這樣的一個 畫面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我們點這個 有個像方塊的地方 它就是擴增套件的地方 它就是擴增套件的地方 點開之後 我們在上方打入Java 好 它就會找出Java相關的套件 OK 好 那在Java的套件裡面 像這個 Maven for Java 我們要安裝 然後呢 Language support for Java 也要安裝 然後呢 Debug for Java 這幾個 Java test runner 這幾個都安裝一下 然後這邊有 Java language support 也是要安裝 OK 好 那安裝完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 測試一下 寫第一個 Java程式 等到它安裝完 那我已經 事前就已經安裝過了 那如果沒有安裝的部分 各位可以看到像它這邊 就有一個綠色 Install的部分 那你可以點它 就可以安裝 上面是因為我已經安裝過 所以就沒有那個按鈕可以按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按這個 像兩張紙的地方 我們來選擇一個 Folder 選擇一個目錄 假設呢 我建立一個目錄 叫Java Workspace 然後我建立一個 好 那我選擇一個目錄之後呢 它就是一個目錄 然後裡面空空的 目前沒有檔案 好 那我們就按這個 一張紙 有個加號的 新的file 那我們來測試 我建立一個 Hello World.Java 好 那按Enter之後 這邊是空白的 好 那因為Java的 在VideoStudio Code裡面的好處呢 它有很多功能 比如說我要打一個class 我就打 class 那class的名字要跟檔名一樣 所以Hello 然後呢大括號之後 我們打Main 然後按Enter 它就會幫我們補齊 這個 預設的程式嘛 然後呢 我們 打這個 System 這邊 點Out 點Print 然後呢 這裡面 我們打入 Hello 好 然後存檔 如果沒有存檔 你改了字 沒有存檔 它會變成這邊有一個 十星的白色源 那你按存檔之後呢 它一個十星白色源 才會消失 好那我們接下來 看一下怎麼樣去執行它 好 那我們這邊Terminal 然後另一個Terminal 在這邊呢 我們打上Java C C是編譯的意思 然後呢 Hello 如果懶得打字的話 我們可以打幾個字之後 按鍵盤的Tab鍵 它就可以補齊 然後按Enter 這樣它就編譯完了 我們可以打DR 看它多了一個檔案 Hello 所以我們要執行它 就打Java Java 控格 Hello 後面檔名都不用打 執行 就會顯示這樣的結果 所以到這邊 如果完成的話 代表 你已經可以透過Visual Studio Code 來寫你的Java程式 好 那我們的介紹到這邊 提供給各位參考